多灾多难的春辉住户所面对的问题不止这些 其中最严重的还包括了商业用户窃电 和自来水不明流失的问题 商业用户窃取住商供电长达10年的时间 后来被苏先生发现了便立即举发 被举发后的商业区将偷电的电线拆除 但却不愿赔偿住户们长达10年的损失 目前也只能等待法律的判决 我们打得上几乎都跟商家都有关系 因为他们的要求是立意 才立意之下他可能会跨过门槛 就是说违法的事情都做出来 那我们在我们的立场之后 我们要还清理解释 两个一定从你的 然而对苏先生而言 目前最棘手的则是大楼自来水不明流失的问题 由于春辉大楼的内部结构复杂 尤其水管交错 在七年前便发现了窃水的现象 七年来大楼移室的水超过了37万吨 足足可以供应720座游泳池 经过了多次的抗议活动 和政府单位超过了80次的查气 仍然查不出个结果 而这些流失的水 却要分摊到每个住户身上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在家一个月 你还是得分担大约300块的水费 春辉大楼一共有538个单位 其中81个单位属于商业用品 商业用户的用水量超过了60% 但却要住户们分摊超过90%的水费 让民众大喊不公平 不符合公平原则 不符合公平正义 但是他并没有维法 这个东西就是依法行事 这是你二法嘛 二法他讲一句话 你不能叫维法吧 苏先生在2007年结束前 带领的住户前往台北市议会 向自来水促成情 这次的抗争主要的目的不是查出水是被谁偷走的 而只是希望政府单位能介入住商之间的纠葛 盼能以各单位的用水量 来分配各单位所需承担遭窃的水费 因为我们叫在那边呐喊是没有用的 政府都不理你啊 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让媒体知道这个事 由媒体发生 一路一样 让大家都知道 有之为是 偷了人 他就这么严重商量 违法者赶什么样的 所以媒体有媒体的功能 抗争有它的功能 这一次的协调会 请来了市议员的帮忙 协调会是由市议员主持 就在他做完简单的说明以后 便开始让苏先生发言 但在这时候 苏先生累积已久的压力 和怨气终于爆发 亲爱的郭瑞华市长 一个对处 是不不合造成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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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彰会打个声音 我不是告诉你去讲吗 你说 总盖世辛苦了 辛苦了 加油 加油 一个要为公平原则的恶贵 让我们就承受欺贵 我过时一件事情 请你们停止伤害我 好不好 你们这种组织的单位 现在没办法处理我们的地方的事 这就是一个公平正义 你们只能可以欺负我们 出于这样子 七年来 花蜜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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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中间自来水处负责人的发言 还遭到了民众强力的反弹 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 最好是不要有任何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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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去谈分担呢 为什么要谈谁多谁少呢 为什么最好是完全没有分担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分担 表官有分担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最多分担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分担 贝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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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议员的调节以后 自来水处终于答应介入处理 并答应在两个礼拜内 给予春辉大楼的住户们 一个满意的答案 就是说我们会主动出来 协调主动要求商业用户出来 这些代表出来跟其他人一起来 谈这个分担比喻这个不更好 这个都给他 当然我们要办法 七年来为了窃水 窃电 基地台和便电所等问题 苏干台先生带领住户们走上最前线 追求公平正义 虽然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案件 获得了彻底的解决 但至少引起了政府单位的重视 抗争是不得已的手段 我没有被公平对待 政府你又没办法 保障我先还给我的经历 总业的机会有什么 就这样子 以下是明传大学国际传播系 黄明志为您所做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